昆凌和替身就是买家秀买家秀的区别,赵丽颖的替身如果出道也会红。 现在很多影视剧中,为了更好的戏剧效果,少不了大量替身演员们的功劳。 三声中杨幂的替身演员卓亨于,据说是长得最想杨幂本人的替身了,眼睛以及鼻子的角度,简直让人分不清的节奏。 穿上杨幂同款卫衣,再露出大长腿,感觉比杨幂的身材还要好。 陈颜希在小笼包时期的替身,简直不要太可爱,比陈颜希要秀气的长相。 楊阳在微微中的替身演员,侧眼简直可以以假乱针了,鼻梁真是挺拔。 正爽的替身,据说已经跟住正爽替身了三部戏了,两人无论是身高形态非常相似,私下正爽还经常带住替身一起吃饭,非常随和。 这张图片,你们能分清哪个是肉爽吗? Angela baby在姑方不自赏中的替身,在某些角度真是很baby非常相似。 正面照的眼睛和嘴巴几乎一模一样。 范冰冰的替身,简直不要太美,毕竟冰冰都已经这么美了,尝得像冰冰的人难道还会愁吗? 不过坤林的替身,可就没有之前那几位替身的颜值了,虽然从装发上,身材上几乎都没有什么区别,但是这个外国替身演员脸比坤林大了不止一圈啊,真的是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区别了。 赵丽莲在拍摄花千古时期的替身演员也被曝光,单独看两人的长相,都是圆圆的眼睛,小小的脸蛋,清纯可爱。 这个替身演员名叫李可,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戏剧导演戏,无论是正脸还是侧颜都长得知分有韵味。 看得出身材和颜值都很优异了,这身材直接出道也没有问题的。 你们觉得这些替身演员是不是颜值都很高呢?